在绝对的颜值面前,肤色不值一提 时隔30年,这张老照片依旧震撼人心 白发与黑肤硬衬,被誉为齐内马扎罗山上的太阳女神 她就是全球第一位黑珍珠超模Emman Abdomajid 不过走上模特道路其实是一场意外 Emman从小过着贫苦的生活 但她坚持学习并考上了内罗比大学政治学专业 不到20岁便精通五国语言 成绩优异的她原本可以成为一名外交官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受到了美国摄影师皮特别尔的邀请 面对人生的岔路口,Emman毫不犹豫地去了美国 1976年,Walk上第一次出现了她的面孔 Emman的出现打破了所有人的刻板印象 因为肤色,她面临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但凭借逆天的头身笔和精致细腻不输白人的五官 刚踏入时装界的Emman一胖而红 被YSL视为T台牛丝 她是Michael Jackson Remember the Time里 令人神魂颠倒的埃及艳后 也是Mate Gala上身着羽毛罩群的太阳女神 名利双手的她还开创了黑人化妆品牌Emman Cosmetics 为黑人时尚度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事业有成的她,情录却并非一帆风顺 35岁前,Emman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 就在对感情失去信心时 大魏包衣闯入了她的生活 婚后24年仍情同于水 她曾说,娶了Emman是她此生最大的成就 只可惜流光瞬息 包衣的生命永远停在了2016年 爱人离去后,她始终戴着可有包衣名字的项链 当别人提到王夫时,她会立刻打断 她不是我的王夫,她是我的丈夫 这颗从索马里走出来的黑珍珠 身上始终有着坚韧与执拗 就像她自传里说的 她的生活就是命运和魔力斗争的结果 她是超魔界出了名的私人女王 看不惯谁直接怼 她的身材被赞为人类最完美的骨骼 走起秀来台步堪称教科书 03年维蜜秀,一身银色亮片流速裙,摇曳生字的步伐 浑身鞋满,维蜜不给翅膀,老娘自己甩一个 后来被采访,为什么不签约维蜜 她霸气回应,他们付不起我的签约费 是谁这么拽? 她就是第二代黑珍珠超魔Nelmy Conval 人称老米仙子 53岁仍是顶流 她是改变模特行业的传奇超魔 90年代五大超魔中唯一的黑人 第一个拿下四代Vogue满贯的 也是第一个为Prada开场走秀的黑人模特 在充满肤色鄙视链的时尚圈 圣罗兰为了她叫本Vogue 不让她登峰,我就不再投放广告 对待新人的无脑发言 Nelmy直接开丝 尽管脾气很大,但解在圈内的拥顿无数 一来离不开她自身超强的业务能力 二来遇到虚心努力的后辈 她也不惜热心提携 当今最炙手可热的黑人超魔Adult 视她为亲妈 就连Belly Hadid都曾向她偷偷拜师 98年为了致敬伯乐 Gianni Wasatchi Nelmy在秀场上扮演风情万种的冷血女杀手 93年她脚踩9英寸高跟鞋 在西太后秀场上摔了一跤 站起来后反而走得更自信 倒地大笑的照片被Vogue放在官网 作为出错时的提示画面 而这双防水台高跟鞋 被英国VNA博物馆拿去展览 事后Nelmy解释 我即便到了低谷也会保持微笑 这句话也让后来摔倒的模特 始终保持微笑 如今出道近40年 Nelmy收大牌的宠爱半分不减 也难怪大家开玩笑说 她是活着的传奇 这个女人的腿 长到屏幕都快要装不下了 梯台上气场全开 红毯上耀眼夺目 凭借巴掌脸和石头身的逆天比例 在时尚界杀出一条血路 她就是有着人间得福之称的 第三代黑珍珠超魔Enoki爱 这个来自南苏丹的难民 怎样都没想到 17年Steve Howe随手拍下的两张照片 就让她愉悦成为国际超魔 全球顶级摩托公司 Next Models为了签她 连续打了两个星期的电话 进入时尚圈不到半年 就被普拉达轻点 成为Nelmy之后 第二个为普拉达开秀的黑人女摩托 随后又刷脸各大品牌秀场 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新生代超魔 如今已经解锁了九国共封面 拿下各大高车品牌广告 成功极身全球摩托榜New Super 而走到这一步 她只花了四年时间 哪怕是红毯造型 她也都没有输过 Matt Gala一身Dario Princeton鱼骨胸衣 一出场便火上热搜 由419万片亮片制成的 Michael Klaus燕粉色礼服 完美诠释什么叫五彩斑斓的黑 这身致敬Josephine Baker的魔灯造型 和在After Party的镂空吊带裙 共同演绎黑到发光 而Heddy Clam万圣节派对的 暴风女Claus更是一架乱真 仿佛下一秒就要使用超能力 每每出场都是惊艳四座 她说要让黑人之美遍布时尚圈 从难民到超模 不可否认Annock的幸运 但最令人佩服的 也正是在有色人种 总体地位不高的行业 她的这份野心和勇敢 改写人生剧本的方式有很多种 Annock给出的答案是 每一个来到你身边的机会 都是你进步的机会